龙哥里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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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哥江湖心 小面追藏生 回音回心 说学长 到您一乡 有真心 龙哥里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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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清水里给您放了点蜜 是清潭气火的 爹 败家子啊 败家子啊 钱都花没了吧 军队也换房开拔了吧 你那原大司令 也拿钱跑了吧 你那后台也没了吧 可人家周天成又有了新主子了 爹那钱没白花 那大烟土不都卖出去了吗 这年头啊 没骂都行 就是不能没钱 回头啊 把小林坊给我叫了 我听得清唱 还有何昌熙那个混账小子 叫他一块儿来 知道了 回来 欲清潭那儿就别去了 把那个叫五指兰的干脆给了没清修得了 家有先妻 你还知道吗 在下和尚喜 这位是我师大爷李守晨 我们爷儿俩伺候您一段古城会 也叫千里走丹记 这 行元啊 这水凉了 水刚烧开 你师父的火呀 稳走走的 太温 一点也不火 师大爷 弟子以为说相声 最好是对症下药 不温不火 往里歇歇子 咱要是给程家说 就得改改 师妹 给我纳鞋底子呢 你有这么大脚啊 我总琢磨着 你说和尚喜说的那段师大爷 底是什么 我哪知道 去去去去去 家里事有我呢 赚钱去吧 我整个也使唤丫头 师妹 咱俩的事可不能让别人横插一杠子 咱俩的事 咱俩什么事啊 我我告诉你啊 咱俩呀 骂四妹友 我 我我 当场改去吧 你不是会现挂吗 师大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我 慢着 刚才你师哥给你针水 你都不坑一声 我 我这 这句道歉去 慢着 用不着 赶正事去吧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一表人才 白镜子脸 浅白麻字 浓眉毛 大眼睛 长着凉皮小黑骨 林大叔 林大叔 有令堂长胡子的 那长胡子的是 那是令尊 尊 尊是什么玩意儿 尊不是玩意儿 什么叫尊不是玩意儿 那尊是我爸爸 尊是你爸爸 对了 那瓶呢 是你爷爷 钢是你叔 那罐是你二大爷 这什么乱七八糟 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这个令堂是怎么回事 这个令堂是我妈 什么玩意儿 这令堂是您妈 我要知道令堂是您妈 我怎么也不能带她洗澡去 这什么玩意儿 该你小子上场了 你师爷那盯不住了 您怎么不去 废话 我是这厂子噱头 这厂子里头 没一个主事的行吗 再者说 你哈爷忙啊 周天成那儿请我吃饭 警察局长那儿请我打牌 再说晚上 田墨庚那儿还有个饭局 您就编吧 什么叫编呢 是呀 都离了 师弟 先借我俩急着的劲儿 扣我一肿婚 你这些年挣过一泡去吗 我呀 我呀眼花了 是啊 我把那狗拉屎当成面酱了 你这 你这些年挣过一泡去 他也不想要去 你呢 你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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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 我这些资金 不是 我看你这些是 我用 你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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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哈师爷 你瞧前面这年子了 不够一壶醋去了 那就收场吧 那我就收了啊 收了吧 我说马前找你 大侄子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 你得给我俩救命的钱 我跟你去 坐下 你小子敢 我告诉你 染上这个就得卖媳妇 没媳妇就得卖娘 没娘就得卖奶奶 我让他去了 你小子这叫临死拉个垫背的 我说让他去了吧 你叫什么大备 我让他去了吧 你什么人想 不 这叫什么反应是啥 你们老二位见面就吵架 瞧你得行 我没让他去 咱喝酒去行吗 对了没 师哥 你警告 喝酒去 就必须有点作用 不过 一般啊 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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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星星是不愿意和这种人来往的 那我就谢谢文教授了 坐吧 坐吧 请坐 不过作为一个艺人 必须要人正心善 那么他的作品才有人格的魅力 也才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同 一时的欣赏 一时的贺彩 可能是假象 是虚伪 不足以微容 现在 你的表演上很有天分 这我已经看到了 不过 我对你的人品还不了解 但是 我很想了解 文人嘛 就要得道而为 就为权盛而折药 也不要低头为奴 要堂堂正正地做人 事情找到你头上 也绝不含糊 文人与义人倾同此理啊 就要是因为你 岂是连一饭局 我给耽误了 回头我还得上周天成那解释去 谁让我有一个委了委屈 窝里窝囊的失职呢 你吃着 怎么了这吃 吃着 这有句话呀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呀 我这个辈子说这个话不合适 这和尚洗衣进门啊 就没把大伙放在眼里 不过这小子的玩意儿 我还真佩服 佩服什么什么玩意儿 那就拔几篓子 哼 要怎么说成家那爷儿俩抬举他呢 这小子会来事儿 知道这脸呢往哪贴 要说大师姑能嫁给你 咱们师爷身边有个端使道尿的 这也在情理之中 对 可现如今你看这阵势 这亲事是老爷子亲口许些的 傻蛋了不是 老爷子是老爷子 那姑奶奶心里装的是谁 咱看得出来玩鹰的 演贼 尤其是这些日子 这不都明了吗 啊 难道老爷子心里就没个数吗 要说咱们师爷多少年不出来了 可现如今呢 又跟这小子对上活了 哎 要说他呀 可真是子气东来肉肥天标哦 说不定啊 还要把闺女许给他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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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方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哎呀凌方你 我懒得高多了他 什么蛇啊 什么蛇啊 蛇啊 我让他变成没脑子的脑子啊 哎 别家别家别家呀 哎 星月儿涣咱爷们也就是说是 谁 都是同行不至于 我先走一步 对不对 哎 哎 artet位你们先喝着 师哥我呀局长那儿还有点事啊 啊我先走一步 他总这么忙 他马前翘了 你看看琛 哎 来 соб那个还不是 师叔我跟你说一句the одна una 有道是 九壮什么胆来着 你甭拿到肚子 非出人命了 有本事你站在门口 你骂他几句 我就服务你了 江源 江源 不要 江源坏坏 你别我告诉你吧 你这不激活吗 就是 我就看不惯他斗星源 凭人文高出我一辈 就凭他的娃娃妃 还想当女婿 早让姑奶奶当鼻里给甩了 得得得了 你就别急事了 你这要出了事 我担当得起吧 师爷 您甭往心里去了 他这种人呢 出去一吐就全明白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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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戏喝上干 跟我抢 媳妇 好呀 我过来 我过来 我 臭小子 谁这么大胆 敢等大爷的到 是我斗星元 怎么着 混账东西 臭说玩意的 还挺喝 来啊 给他行行酒 好 慢慢 把他带回去 给你说玩意儿 还不够格 留着吧 我有用 你师父就爱咬文嚼字 他那活太温了 老百姓能买他的账吗 咱是撂地的 不使臭活就不错了 当初 天龙爷 又提您过去哪点老事了 先吃饭吧 这酒啊 是我刚烫的 给 大师姐 斗士哥呢 他的三不滚撂地去了 大师爷 您先吃着 我等等斗士哥 好 来 来 吃菜啊 大爷 大爷 您可来了 梅大爷 吴志兰呢 梅大爷呀 吴志兰呢 吴志兰呢 吴志兰 他来事了 那就让他给我唱个谣调 这个臭婊子 真以为我梅大爷栽了个子了 福岛没有他了 这翻脸比脱裤子还快呢 走走走走走走 对了 梅爷 您还带着那个说玩意儿的斗士渊呢 那你把他送到冰影去 这是你门关了 去 把吴志兰给我弄来 是 您放心啊 梅爷来了 你撞龙作哑 谁啊 我就伺候成大爷一个人 你又不是没敢梅爷睡过觉 壮骂枕街猎女啊 我实话跟你说啊 梅爷的靠山不单单是董北虎 还有种山郎呢 谁说梅爷完了 真的没完 抓病的菜是大不大 愣是派到梅爷的头上 心思心思 能赚多少钱呢 不 不 臭说玩意儿的 兄弟们说了 不过 要把你送到冰营去 看你这个熊样 也经不住折腾 哼 真怕你误了冰家大事 不过 和尚喜跟你过不去 我呢 我呢 也你以为那个小子 是个舔成虾屁眼子的祸 不过你要说出他在哪 我呀 就让他顶替你 嗯 没听 没听 还要洗 上人当了官 以以以以以后我可找你麻烦 说 喝茶匹在哪儿 我跟你说 哟 哦 我说小兄弟 我不是说他来身子了吗 谁来身子了 你可是赐我成大爷的 你这水性一犯就骂也不论了 要是成大爷怪罪下来 我可兜不住啊 我伺候谁啊 我伺候钱 爷们儿 仙当羊给他拍在那儿 姑奶奶我现在就跟你走 小姐 周先生看你来了 对不起 金小姐 老你酒后了 老李啊 有什么硬食的水果 让吴妈给金小姐备一点 请坐吧 金小姐深夜来访 有什么集市吗 我 您看 我想文大教授和金小姐 也只是一面之时吧 文大教授是个多事的先生啊 不过金小姐的事周某也略知一二啊 你是不是需要我的帮助 或者叫保护 周先生 我实在是活不下去 我 我只能跪下来求你了 不不不不不 我这里不兴这一趟 金小姐请坐 我理解金小姐的处境 你家在成立发和梅青之间 又被困在这名声的讨伐之中啊 一个弱女子难以招架啊 请周先生给小女子纸条明路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哦 没这么严重 这件事要不是文大教授出面 我是不会介入这区区小事的 不过金小姐恕我直言啊 你自甘堕落 台风媚艳 其实这也是咎由自取引祸上身啊 这都是被成立发他们逼的呀 不 不对 也还是你自身的原因啊 一个人 特别是一个女子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 如果不懂得尊严和自爱 别人是不会尊重你的 人生就像写一篇大文章 可惜你一下笔就写错了 错就错在 你不该败在喜坝成立发的码头啊 这样吧 我给你打个电话 你到英租界去 那里很安全 好 哈喽 我要新补房 行元啊 行元啊 出来 练功了 本来呀 嘴皮子就不厉害 还这么懒 嗯 昨天夜里 几点回来的 大概三点多吧 嘿 瞎说 好 河上戏从我这走的时候就四点了 咱北边来了个哑巴腰的别这个喇巴腰 挺好啊 又喝酒 又搓麻将 那可就交代了 喇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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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啊 喇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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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喇巴 喇巴 喇严 把这帽子盒上去带过去 她坐会儿落这儿了 一会儿她不就来了吗 嗨 唱 opinion 累死你啊 ohn子购存 Care 你愣什么神 az 快去 因此 吃 找送 快开门 快开门 快点 这怎么办 这次 闹土匪也不看看在哪 谁啊 你救老爷 老总 你这次干嘛 敢请这门锁着可不介绍 你小子骂谁 我骂谁 我骂我自己 老总 你哪有骂神的年月 一个说玩意的还真能 雇了个警察保表 把和尚挤脚出来 这 他自己报名当兵了 他是娟儿 咱们得请 不出来 给我搜 不要 没有 不行 不行 你把他藏哪去了 不行 不行 我怎么不知道你了 站住 你是喜和尚 我 我 我不是喜和尚 我 我 真 白净脸 戴着黑色的礼帽 你 就是喜和尚 这帽子不是我的 这帽子不是我的 和尚喜诸内乌 我是和尚喜的师哥 回去 站住 不愧是说玩意的 我不是 我真不是 你问这位大哥 我是喜和尚吗 我不是的 我 我不是 我真不是 我 再走 走 走 老总 我不 老总 快走 我真不是 走 怎么 一夜没睡 师父 你呀 这身情恍惚啊 你 是不是又想到金陵方了 不是 要是那样 你可又要挨骂了 师父 我正在琢磨 您写的段子 也在琢磨师大爷改的地方 这两者之间 说嘛 两者之间都有道理 您的呢 有些太雅了 师大爷那个呢 又太俗 我想取其中 雅俗共赏 好 接着说啊 说 我想把料地摊的和登大雅之堂的 暂时 暂时都不要 先要能上台的 去掉那些传统段子里的皮厚 馅少 零碎太多的那些毛病 改一改天一拳第一脚碎嘴子的一起说法 那天我看到了抓兵 就想了个抓兵的段子 想跟你说说 说呀 好啊 那先生 哥 窦星远 给抓了夫 军队明天就要开拔了 走 美青 成立发 周天成 都不给我面子 她们彼此打太极耍年损 那我就亲自去求文大教授 请他出面写文章 登报纸 或许有用 师爷 要依我说文人起哄驾秧子行 要说办事 不灵 师哥 您别着急 我还是请一趟天津市长 什么节骨眼了 你还吹牛 你能把天津市长请来 我这说完了吗 我是说我请天津市长小舅子二姨的亲姐夫 什么玩意儿 师爷 梅清是跟和尚喜过不去 我都是误抓的 现在倒好啊 那师爷跟和尚喜这爷俩到六号了 放肆 那和尚喜是你叫的嘛 那你叫师叔 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其实这小肯说的也在理 不管怎么说他们爷俩得来一趟 爹 爹 爹 我打听到了 我那师叔拿进去活动去了 那我何师叔现在怎么样了 我想他也不会像各位这么闲着吧 先生 您给个件吧 您看这个 师父 当 师父 这可是您一岁生日那年 皇上赐给您的 当楼 师父 我有钱 你哪来的钱呢 我和尚喜浑身上下全是钱 不吾了 没金 马小姐 锦铃房有金弄得来嘛 没腔 你把锦铃房藏到哪去了 还找着呢 当然是给团长您找的 不过那个说完日带来随军 慰劳慰劳弟兄们倒也不错 又不是和尚席没劲 不过是一人我倒想要 开心结魂 躲几个就躲几个 除非你把那个和尚席给我叫来 那咱俩才是朋友 您就那么耐听他的玩意 可惜他没那个福气跟了您 去了南京到那儿撂地儿去了 煮杯煮杯 梅爷 喜和尚要见你 梅晴 你拿本人团做楷帅 团长 不是没人拿您开算 是和尚席拿您开算 林翔啊 上礼拜在这儿请个假 直到咱部队要开发了 借财露头 这不跟你参摸摸摸吗 那那个兄弟 我去会会他 在下和尚洗 给各位长官请安了 喜和尚 和尚洗 你可听好了 展房里头没有退白布的 既然你来了 那就甭想走 你们门里头不是有身强力壮的吗 总得有人入伍为国效力吧 好 名单都在我这儿 要走可以 按榜票算 有一个算一个 拿钱赎人 对吧 咱子 对对对 得拿钱来 本团座就认钱了 我要是真拿出钱来 团座大人 您就得放我师哥 行啊 少说废话 本团座就爱听你的玩意儿 怎么样 来一段吧 那您就出题吧 我就爱听你的现卦 好 就是 打饼的吧 在下喜和尚 就伺候各位一段 就说朕当兵 孔子说 好铁不打兵 好男不当兵 孔子为何说这话呢 那是因为他手底下 没有一个是军人 都是一些 耍嘴皮子的书呆子 气话 嫉妒咱这些 扛枪打仗 报效祖国的军人 可后来呢 孔子这话说对了 就流传下来了 为嘛说是圣人呢 圣人总归有先见之名嘛 团长阁下 人家都管我们叫说玩意儿的 既然是玩意儿就该值点钱吧 哪怕是一个大子儿 您说对吗 对对对对对对 这也是堆子里的吗 不是 团长大人 您抓的是我和尚喜 可把我那傻师哥给误抓了 没误抓 团长都要 这是台军你们说下着的 要想走啊 拿钱来 接着说 好 那您就先给我开个身价吧 也就值几个钱呗 那我那傻师哥 和门子里的老少爷们呢 团长说得对 龙姑也就是两三块钱 对对对 也就值点钱呗 那团长大人您就准备放人吧 两三块钱我还是有的 不过团长大人 一诺千金 言出必行 君忠无戏言 那我就出五块大雅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你 你想的闹团长 老二位既然给我们老少爷们开了身价 那就按规矩熟人 不要羊儿无信 哼 我饶不了你 妹妹 你何必跟他赏令呢 来 那个兄弟 你敢耍老子 我打断你的腿 接着说 说呀 不说 好 不说我就治你的罪 你煽动抗兵役 就得立即正法 娘的 您知道老子的外户吗 火烟啊 说 你不放斗星元 我不说 那你这 说 我 我替您打 臭说玩意儿的 精得主打 你这 看着 没眼 那要是打肿的嘴可就说不了了 别打了 你这小子还真有点姑气啊 行 我答应你 不过有个条件啊 我也答应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答应 我要是让你抢千壮呢 那您还是什么国民政府的军队 你不成土匪了吗 你这这 他罚了他你啊 我告诉你这绝对上 凶多吉少 你不不能去这 爹 我那时说贺文教授到周天成周先生家去了 这是很准吗 师哥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军人 乃国家之栋梁 打天下 保江山 将生死置之杜拜 沙场影恨真男儿 马格果师大仗 抛头炉洒热血 有道是男儿不当兵 往来此一生 我是说绝了 那是当兵的好处 名垂青史嘛 可为什么还要抓兵呢 诀问呢 就在这个抓上 那就是怕死啊 可当上兵未必就必死无疑啊 从小卒子到大将军大有人在啊 比如说眼前这位团长 兴许以前是个重庄家 可如今领着千军万马 毫不威风 不知底的人说团长命好造化大 其实团长一肚子委屈 天才知道人 我有少无疑去你 喜和尚知道 和团长出来的弟兄有好几个 那回直奉大战 打的是昏天暗日 飞沙走石啊 团长的铁哥们们赤膊上阵 挥着大刀片说 大哥我要死了 您就给我几点 团长说 兄弟 你放心去吧 其实 团长知道他说吗 既然他的临人 然后他说回乎 你死了 要死了 你死了 他大刀 他说不是 呀 他说什么 是福 frustration 他说是福历 不见那位兄弟 团长知道 他正忙了 就把那碗酒 倒在地上 祭奠 找到了这位兄弟的遗体 那真是死不瞑目啊 两眼睁得滚圆 团长说 兄弟 大和知道你啥意思 不就是每年给你烧纸吗 我现在就给你烧个够 就叫弟兄们 把一个纸马布的纸 都当烧纸 全部给烧了 你这说的什么玩意儿 我怎么听得像评书呢 一点也不难过 他说的有点道理 咱们军人讲的就是个轻易 志全是少人 可他还不闭眼 团长就说 兄弟 你有什么事 就给大哥托个梦吧 刚要下葬 就听到外面有哭声 团长出去一看 茫茫荒野上 做了一个老太太 哭着 儿啊 儿啊 听得人心里知发酸了 原来这是老二的娘 团长就把老太太请到团部 下葬说 下葬说我就是您的儿子 您就是我亲娘 老太太又哭说我这一天死了俩儿子 可又收了俩义子 团长糊涂了 问怎么是俩儿子呢 老太太说 你们打的那边是我的小儿子 死了 那边团长和你一样 也跪着任我为娘 可我难过的不是这个 是我那小三 是被他哥哥打死的呀 我想求求两边大元帅 把他们兄弟给和葬 可这仗还得打呀 转天两军展开决战 可刚一交手 两方都直眼了 这枪炮不知道该往哪放 老太太站在两阵中间 处着怪怪 风那个大雁 吹散了满头百发 嘴里不停地叫着 儿啊 老儿啊 小三啊 这时两边的弟兄们都站起来 往一块走 可仔细一看 丁人 感情就是老乡的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了 可那龙大元帅不干了 说开炮 把那搅乱军心的老头子给炸死 这时词 听地是窃 丁人 看的是小屁 的是酸 喜乐哀愁 阵阵夹夹 开头半端的事 作人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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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人哪 最难 数据都长 心不疲 可是偏 也是那一天一大白的照 这才是作人的作业 这才是作人的作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